中国媳妇 寒泪问天 为何端遥远 光是飘零 爱去似云烟 为爱痴点 为情余念 总是泪流万年 也奈何停 深深催泪烈烈 几两身也要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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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人去 变苍白容颜 寒山足隔 你我两眼 深深催泪烈烈 怀无恋 几两身也要歇 风流 你今更新 云不复见 阿红尘似梦 回诺言 回诺言 深深催泪烈烈烈 怀无恋 几两身也要歇 风流 我一天更新 云不复见 阿红尘似梦 回诺言 阿红尘伍 回诺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否则 我会豁出去 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出来 你放心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像郁娇亮的女人呢 如果你不相信 好 我可以发誓 别发誓了 我信你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到高家已经好几天了 你知道吗 妈已经接受我了 妈她终于接受我了 明慧 相信 当我们一家重聚时 将是一片和乐 但是 我还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救出你和妈 婉儒 妈 妈 妈 来 来 女下这么大 你怎么就来了呢 你得小心身子才是啊 妈 婉儒 我的好儿媳 你受苦了 妈 您别这么说 明慧 她现在身陷牢笼 而且高家又落入了外人之手 我们却无计可施 我受这点苦 又算什么呢 我真是 滋食恶果 还连累了你们 我太过愚昧独断 耳根子又软 才会听信赵有良的话 误悔你 虐待你 还自以为是替明慧朝侠 我真是 妈 您别这样 过去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再想了 我怎么能不想呢 高家 今天变成了这样的局面 都怪我 冰慧说得没错 高家 高家却毁在我的手里了 我 我真的 我真的对不起你们 很对不起 高家的恋祖恋宗啊 妈 别这么说嘛 要不是当初 我和明慧 只因要成亲 也不会造成今天的遗憾 妈 我才需要求您原谅 宛如啊 别再说这些了 我过去那么对你 你会不会怨我 恨我 我怎么会怨您呢 我一直把您 当成是我自己的亲生母亲 哪有子女 会怨恨自己的父母呢 要怨 也只能 只能怨我 无法套您欢心 宛如 我的好媳妇 我真是 下了眼 才会相信 赵有良的话 以为 以为你不守父导 觉得你 不尊敬长辈 以后如果我们高价 能团圆 我一定会补偿你 我一定会 好好地补偿你 宛如 妈 我好开心 我真的好开心 谢谢 谢谢您 接纳了我 谢谢 妈 我相信 只要我们努力 我们 一定可以救出明辉 让高家 重新回到我们的手中 不再被有良 把持 掌控 对 你说的没错 现在 当务至极 我们就是要取出印鉴 把明慧救出来 你仔细听好了 我把印鉴 放在库房外面的 莲花盆里 你拿到印鉴以后 就立刻带着小慧离开这儿 妈 那您呢 我在地方上 还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吧 我想 赵有亮 他不敢对我怎么样 你放心吧 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 也要把明慧救出来的 这点苦不算什么 不 我不能丢下您不管吗 我不能 我不能 宛如 你听我说 机会 稍纵即逝 难道 你要让赵有良 拿到印鉴 毁了高家吗 我 如果你真的孝顺 就要想办法 救出明辉 夺回高家 妈 我 你听我的话就对了 不认识 我得走了 不然赵有良会怀疑的 妈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宛如 宛如 你也要多保重 妈 你一定要小心呢 有良 外面还下着雨呢 为什么不留下来 这外头戚风苦雨的 我当然想留下来 可是 我不想让你给别人说闲话 我们都这样了 害怕别人说闲话吗 我看 怕别人说闲话是假 怕一娇生气是真的 你怎么又来了 看看你 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小簇筒了 我呢 只是不希望 因为一时贪婚 而误了大事 好了好了 我先走了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怎么跟他脚步呢 难道 难道是 老夫人 老夫人呢 老夫人 老夫人 您上哪儿去了 一声不吭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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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睡醒 突然间好想明辉 所以 就到明辉房里去坐 那你怎么不叫醒我呢 我叫了 还叫了好几声呢 可是 你睡得好沉叫不醒 我想 你可能是因为照顾我 太累了 所以不忍心叫醒你 老夫人 以后啊 您要是出去 还是把我叫醒吧 尤其像现在天雨露滑的 这万一您出了什么岔子 我可担待不起 知道了 放心吧 我累了 要休息了 你也休息吧 当心啊 慢点 有梁啊 刚才老太婆好像出去过 难怪 我在警方房间外面 看你十九亿 什么 你在警方房里 你在他房里做什么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担心这些吗 你也不想一想 万一妈偷偷将硬件交出去 那我们这些年的委屈 不就白瘦了吗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我也是太累 才会睡着的嘛 你不想想 我成天内寸步不离的 受着那老太婆 又要锤背按摩 还得受气 你不但不体谅我 还责怪我 你有没有良心啊 好了 我知道 你最辛苦了 口徽不识啦 我才不会像警方的傻子 吃你那一套 你应该知道 我处处为你着想 图的是什么 你最好给我说清楚 到底什么时候娶我 跑啊 你是不是想让我一辈子 没命没分的跟着你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你再忍一忍吧 忍 还叫我忍 忍到几时 赵又良我告诉你 我没耐心再忍了 我这忍得够久了 当初是你让我生下小智的 还亲口答应我 等生了孩子就会跟我成亲 你 现在呢 你不想想 我为你牺牲了多少啊 当初在韩香楼 我是怎么帮你的 我还要你的命呢 我还要你的命呢 给我打 我私里打 是 打 打死你 我狠狠地打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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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 追 好 快 追 赵总管 你这是怎么了 刚才我给你喝酒的时候 你还好好的 怎么现在这会儿 我 我 我 极风 是极风 谢谢你 你又像小时候一样 这么温柔地照顾我 我 我 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我 我 我一生一世的爱你 我 我 我不是锦凤 你认错人了 锦凤 锦凤 我好想你 我想你 锦凤 起来了 来 吃点东西吧 昨天晚上那些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昨天晚上那些人 这不关你的事吧 我想 这些事 不外乎是分赃不均吧 那 我来帮你解决吧 你要帮我解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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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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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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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那孩子出生 你又说要等你夺得高家再成亲 现在眼看高家就要逆主了 我还是不能扶正 赵有梁 你什么时候兑现你的诺言呢 玉娇 有些事你是急不得 你若是太急躁 让警方发现了 那怎么办呢 警方警方 什么都是警方 好了 你小心点 你不怕被人听见 赵有梁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把警方挂在嘴边 我就毁了他 你听清楚了没有 玉娇 你一定要相信我 一直以来 我都记着你对我的恩情 如果当年不是你帮我的话 我知道命早就没了 所以呢 你不只是我的恩人 更是我的心头肉啊 好了 再忍那一阵子 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为了我们的将来 再忍一忍 好吧 我听你的就是了 这才对我 不过赵有梁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背叛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就把你当年 在高江木材行做的那些丑事 全给抖出来 不 我不会 而且我也不敢呢 你说吧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软得不成 就来硬的 我就不信了 逼不出硬件来 我让你去 你也要先帮我 我们要去 你也要来 可能 我说 你也要去 你也要去 看你 我 我 你也要去 你 你 你 恐怕现在 我要探望的人是你了 虽然 我知道我这样想 很自私 但是我还是要说 很高兴你能掀出来 过两天 我们去看眼科医生 我已经打听到一个 非常好的医生了 都过了这么久了 我也慢慢习惯 自己是个盲人 我想 别再浪费钱了 怎么能说是浪费呢 我不管 你一定要去看 这事我们回来再说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赶快去吧 好吧 我们晚上再说 来 小心 有没有我爸的消息 为什么 为什么人想要让我 父亲入土为安的心愿 都没办法办到 明辉 你先别着急 大树已经让车夫兄弟们 一起找人了 一定可以找到伯父的 优香 你知道吗 我现在每天被关在这里 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我好担心 担心赵有良会不会再次陷害我妈 宛如和晓慧 我每天夜里只要闭上眼睛 就噩梦连连 担心他们会不会遭到不测 又想我快疯了 我快疯了 李辉 你冷静点 你冷静点 高家 以后还得靠你撑下去 你笑我怎么能冷静下来啊 我们高家一直都是积善之架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 这么多不幸的事情 如果老天一定要惩罚我们 这让一切苦果都由我来承担 只要我妈宛如和晓慧 能够平安无事 我死而无害 明辉 你别这样 你千万别这样 你要振作起来 一定要振作起来 我相信 伯母和宛如 都不愿意见到你这个样子 好 好 我冷静 我冷静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 明辉 我觉得 事情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 我想了一个办法 所以特地过来跟你商量商量 什么办法 赵永良和陈三奇狼狈为奸 但他们不可能一手遮天 只要能找到压制陈三奇的人 你就可以出狱对付赵永良了 老夫人 吃药了 我不想吃 不吃不行啊 吃这么久 也不见好转 我不吃 老夫人 我说不吃就不吃 老夫人 老夫人 昨天夜里 您真的是到明辉房间里去了吗 是不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要不然这头上 怎么还沾着草呢 怎么 现在是主仆异位了 我到哪儿 还得向你报告啊 你当我是犯人还是贼啊 像你这种看护不要也罢 去去去去 去把有良叫过来 我倒要问问 谁才是主子 有良 有良 老夫人 有良 老夫人对不起 我不该惹您生气 可我这是关心您呢 坏人 坏人来了 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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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宛如啊 你在做什么 有坏人 我在赌坏人哦 宛如啊 家里没有坏人 就算是有坏人 你也不能光顾着自己逃命 要照顾好孩子 知道吗 我的宝宝呢 我的宝宝去哪里了 我的宝 一定是你藏起来了 把宝宝给我 你把宝宝还给我 还给我 宝宝还给我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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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拽了 再拽 把老夫人拽倒怎么办呀 不会的 别那么紧张 我这把老骨头啊 还没那么脆弱 你去忙你的 我的小灰 我怎么找不到我的小灰 你告诉我 我的小灰在哪里啊 我没有偷包你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 要自己照顾好 一定要做个负责任的妈妈 知道吗 我知道 如果我找到小灰 我一定把他抱得紧紧的 谁都抱不走 我就带他跑得远远的 好远好远 他们找不到我 你能跑多远呢 不相信啊 好啊 来比赛啊 我一定赢的 可是 我看你 我看你这么老了 你身体一定不好 你要自己保重 自己保重 也好好保重啊 我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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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宝宝了 在那边 宝宝在那边 宝宝 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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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灰啊 妈妈跟你讲哦 我带你去采莲花好不好啊 带我去采莲花 走 少奶奶 少奶奶 你抱着孩子去采莲花 这多危险啊 这万一要是掉进河里 可就糟了 不会 我不会把小灰掉进河里的 你也去 你带我去好不好 你带我去好不好 你带我去 你带我去嘛 宝宝啊 采了莲花以后 一定要好好地照顾 知道吗 嗯 我知道 我出去了以后 你自己 也要好好保重哦 你要小心啊 嗯 好 我去了 哎 我带小灰走了 当心啊 我去完了 千万要小心啊 啊 啊 去完了 老夫人 这少奶奶风言风语的 您怎么也顺着她说呢 至少 她不会把我当犯人一样盼问 老太婆 更挖苦 等我把硬件弄到手 有你好受 哼 哼 哼 远小 我们这样做 合适吗 啊 事到如今 也只能应这头皮湿一湿了 啊 这万一 小千 为了明辉 我一定要这么做 那好吧 小芊 我们走了这么多的路 你一定很累了 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我一想到要见厅长啊 我紧张得全身发抖 哪儿还觉得累啊 别怕 我们找厅长是为了伸张正义 别怕 不用怕的 可是你怎么知道 哪位是厅长啊 厅长的坐车 一定十分气派 十分显眼 我想你应该很容易就能分辨的 这辆车就很大 很气派 那一定是厅长的车 快扶我过去 走吧 我们被警察局 陈三旗迫害 求厅长听我们主持公道 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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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找你们局长说去 我们厅长没时间管这种事 是 永祥 永祥 现在怎么办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我女儿新来的救命恩人 周永祥 来来来 快起来 起来说 怎么 你忘了 两年前 你曾经救过一个被绑架的女孩 她就是我的独生女儿 新兰啊 来来来 有事 进屋说去 我让张秘书把你的事情记下来 一定会请厅长 替你做主的 好 永祥 你的眼睛怎么了 永祥的眼睛就是在牢里被人弄瞎的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夫人 赵永良是城南高家的总管 他联合警察局队长陈三旗 陷害我和高家少爷高明辉 还企图谋斗高家的财产 现在明辉被关在牢里 求夫人查明真相 替我们主持公道 是啊 是吗 真是太离谱了 好 好 这事今天既然被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告诉厅长 厅长他也会尽快处理的 只要这件事情查下来 的确像你们所说的那样 那厅长一定会还你们公道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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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夫人 谢谢 这一切还要请您帮忙啊 拜托了 拜托您了 不用客气 别说帮忙 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答谢您了 要不你先安心回家 我会请厅长立刻交办下去的 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你的朋友救出来 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夫人 谢谢夫人 快起来 快起来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宛如 宛如 小宝宝 乖哦 乖 乖哦 宛如 宝宝 乖 乖哦 我带宝宝玩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带宝宝出去玩 我带宝宝出去玩 宝宝要玩 姐夫 送他身 好 来 不要碰我 你怎么会拿着抹着酒呢 不要碰我 别动 不要碰我 你以后会在里面 别动 宝宝 宝宝 宝宝还给我 宝宝还给我 宝宝 宝宝还给我 别动 我的宝宝还给我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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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宝 宝宝 宝宝还给我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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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告诉陈兄 一会儿我到局里找他 请他务必等我 好 三七兄 快 三七兄 你这是在干什么 有梁兄 现在时机这么敏感 我这儿 你还是少来为妙吧 当时我送钱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少来为妙 现在出了点事就怕成这样 你以为我不来就会没事吗 那也得避避闲 免得被人盯上吧 避闲 钱都收了避得了闲吗 现在最重要的是 让周永祥不敢开口 才是最好的法子 那有梁兄有什么好办法 周永祥是个十分讲义气的人 如果让他知道高明辉因为他 而惨遭修理 你想 这周永祥还敢轻举妄动吗 你看 咱们回来了 小心 来 来 永祥 你不是去看明辉了吗 怎么这么久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不得急得快发疯了 你们别急嘛 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 让永祥怎么回答 再说 你总得让他坐下来歇一歇 喘口气吧 我们少爷怎么样啊 我们少爷 别忙了 坐下来歇会吧 你陪我走了一天 眼泪坏了 原来这是急死我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明辉他在牢里消息不灵通 我当然很着急 也很担心伯父的下落 大叔 麻烦你再找几个弟兄 再到湖边找一找 明辉被关在牢里 现在又发生这种事 他一定急死了 是啊 不过今天探望过他之后 他情绪好多了 而且啊 永祥还找了厅长夫人 请他帮我们主持公道 我想明辉很快就可以出狱了 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太棒了 你真有种 连厅长夫人都敢找 换作我呀 我早就下了屁股尿流了 你们尽量笑吧 等会儿一定让你们笑不出来 你还有脸来这里 我又没做什么 为什么不敢来 你敢说你没做什么 难道你害明辉和高家 还不够惨吗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高家着想 明辉他夺枪袭警 这可是重罪 要不是我一直四处在把他奔走 他能够活到现在吗 赵有良 你真是厚颜无耻啊 我们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马上离开 等我把话说完 自然就会走 周永祥 你最好赶快到牢里去看一看 我听说警方很不高兴 因为你乱说话 乱告状 所以呢 他们把气都出在明辉身上了 赵有良 你想对明辉做什么 我没有做什么 我只是来提醒你们 远翔 你太过分了你 福德 我们救他 杀 打死你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我打 我打 打死你 没事 打死他 打死他 我打死你 你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啊 打受和福德下手这么重 没被打死 算我命大 你再忍耐一下 爸爸 宝宝 等会儿妈妈带你去玩了 宝宝 乖 怎么伤成这样啊 福顺 去我的药箱里拿消炎药 喝几块跌打损伤的药膏来 好 你点很疼是不是 我轻一点啊 是谁这么大胆 居然把你打成这样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回头我叫福顺 把他们家给砸了 你叫 是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挤走少奶奶的 又是谁让你一个下人 在这自作主张呢 少爷 少奶奶 对不起 我只是在想 我懂得一些护理 由我来上药比较好 哼 你可以慢慢想 可眼下还忍不到你做主 就是殷陋 那些人 你也抓不住 起来 自家的户人 我们 si 我和姚子 我并不画得出来 他不在那里 那玩意 你是不是 你怎么想 我想要不了多久 明慧就可以出狱了 要是我们无法在明慧出狱之前 拿到印鉴完成产权的转移 别说是荣华富贵没了 我们甚至会变成过街老鼠 有这么严重吗 我还会骗你不成吗 我已经想过了 要是妈还不交出印鉴 我就逼着她 去办理印鉴变更的手续 宝宝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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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照有良成天 照人跟着我 别说是想逃出去 就算是想要拿印鉴都有困难 我想我们晚上得找个援手 放我出去 这样才好行动啊 我想 小香对我们还算忠心 你去试探一下 如果可以 今天晚上就走 我会想办法拖住有良他们 你快去找小香 妈 我听说 永祥已经上高厅长 我相信明慧很快就可以出狱 可是这个时候 赵有良一定更想接着拿到印鉴 把您一个人留在高家 我实在不放心啊 你放心好了 尽快去找小香 别再耽搁了 妈 你要是真孝顺 就听我的话 快去 好吧 妈 那你自己要小心啊 要小心啊 赵有良被打 真是活该 福德他们打得太轻了 应该再用力一点 如果我也在场就好了 我就可以狠狠地踢他两脚 我听见了 你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少奶奶 你可千万别把刚才那些话告诉别人 否则我会很快被赶出去的 为什么 因为赵有良是大坏蛋啊 把高家害得很惨 我真是搞不懂 他长得人模人样的 怎么会心肠那么狠毒呢 画虎画坯 难画骨 知人知面 不知心 就是啊 老夫人对他那么好 他居然害得少爷入狱 还把你逼疯 而且 有害的老夫人变成这样 我真的好气 好恨 故人说疾风之禁草 日久见人心 这句话 一点都没错 少奶奶 你现在 居然能够对答如流 你是不是不疯了呀 还是 本来就是装的 小香 这一阵子 害得你常被赵有良责骂 吃了不少苦 我很想安慰你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对不起啊 少奶奶 你说到哪儿去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要不是当初老夫人收留了我 可能我们一家四口 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何须我现在能力有限 小香 这一次 你一定可以帮我的忙 下级呀 我答案 我没见过 你不如是蜂蜜的 你不或是蜂蜜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